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起一个人来 他跟樊虎说 要想破结黄杠这个案子 非此人不可 樊虎一听 兄弟 那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 谁呀 秦二哥 秦二哥 对呀 南卫 你怎么想出来的 秦二哥能行 他们说这秦二哥是谁呀 这个人呢 就是前任历城县三班总役的马快班头 这个马快班头用现在的话说 也就是刑警队长 此人姓秦明穷 自书宝 这秦泉啊 抓差办案如神 在他当这个马快班头的时候 破了不少的大案 一案 什么鸡案 还什么男案 不管什么案子 在他手下是迎刃而解 他不光办案办的好 而且武艺超群 武林中都知道有这么一号 这个人善使一对熟铜双茧 这熟铜双茧呢 是他们家祖传的兵器 据练武术的人讲啊 说这简这个兵器就始于隋朝 那么在隋朝呢 就始于老秦家 他这对简练出名望来 不但武艺好 而且这个人特别好交朋友 灰金四图 仗义书才 鸡困富威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好人性 不但好交朋友 而且他还最孝顺 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的孝敬 因为这一切 人们给这秦琼秦书宝送了一大串外号 称呼他什么呢 说他马采黄河两岸 捡打山东九州十府一百丹八县 盖山东半边天 交朋友四孟长 孝母赛砖珠 神权太保 好 秦琼 您看这外号带了这么一大堆 这秦琼原来在这当这三班总医马快搬头 后来呢 已经提升到济南府街度室 唐毕手下当私立校尉去了 今天连明把他提出来 连明一说他 翻胡一想 对呀 秦二哥要在这的话 这案子是非破了不可 为什么说秦琼准能破呢 他们都知道秦琼这个人交往甚广 别看他是三班总医马快 但是他和陆林中的英雄也有些街角 他可以通过那条路子能查出谁街的皇冈 不过翻胡说完了之后又一转念 说兄弟 这玩意儿 人跟人可没地看见 秦二哥当初跟咱们俩在一块共职的时候 那是天天呼凶唤地 现在人家已经到街度屎衙门里边听差去了 升了官了 能不能还像原来那样 咱哥俩要找人家去 人家还能搭理咱们不能啊 这都两个说着 连明一说 嗨 大哥 你把事看哪儿去了 这人哪 得分谁 秦二哥那个人 那可不是官生脾气长的人 噢 当了三天地方就不认舅舅了 他不是男人 什么叫当了三天地方不认舅舅了 这个地方啊 在古代年间呢 是比较最底层的那么个小官 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街道上的居民组组长 说有这么一位啊 成天骑着驴经常去赶集去 每当见了他舅舅的时候啊 老子远的就从驴上下来了 推着舅舅那是毕恭毕敬 舅舅那是哪去了啊 我这是赶集家 你还有什么事没有 然后才上驴 特别懂得你吗 这一天呢 他舅舅走到大街上忽然发现这外甥啊 不下驴了 骑着驴颠颠走到旁边过去了 他舅舅就愣了 说小子 你怎么今儿不下驴了 没看到你舅舅在这儿吗 驴上这位就说了 舅舅 你也不知道啊 我现在当官了 哦 当官了 当什么官了 我当地方了 哦 当地方了 不下驴了 他舅舅气够呛 可是过了三天之后呢 又碰见他这外甥了 老远的他这外甥从驴上下来了 舅舅 你有感激去 他舅舅那么了 哎 说小子 你不当地方了吗 见舅舅不下驴了 今儿怎么下来了 舅舅 实不相瞒 我这地方人又给撤了 所以这一撤他又下来了 他说这话 就是引用的这个小笑话 当了地方不下驴 翻虎说 秦二哥不见得是那样人 这儿吧 咱们哪 去一趟 看看如何 连明说咱要去呀 也得为秦二哥想想 秦二哥要自个说 上咱们衙门里边来破这案子 这话不好讲 咱得想法 让他去找个道 对 哥两个就这样子 奔秦琼的府里就来了 秦琼住在哪儿呢 太平街 砖珠巷 到了砖珠巷 这胡同里边第三个门口 哥两个在院子门外边 往里边一瞧 先喊了一嗓子 前二哥在家吧 这一声喊出来之后 就听上方屋里有人打查 谁呀 我呀 反虎联明啊 你两个兄弟来喽 哥两个瘸了腿进来的 为什么刚挨完了打呀 他往院子里边这一走 又到上方屋里边走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就是秦琼秦淑宝 这秦琼高个子 轮个头有一丈左右 算是上中等个吧 细腰炸背 双肩暴龙 长了一张姜黄脸 用古代年间的话说是面如淡金 平常人们有这么一种习惯认识 觉得这个人哪说好焦不好焦可以看脸色 说红脸人哪就好焦白脸人就不好焦 从秦琼这来说就打破了这个固定规律了 这秦琼是黄脸 但是这个人最讲义气最好焦朋友 他穿了一身便装 下几天光头没戴帽 挽着个发短别着猪簪子 秦琼在门口那一站 哎呀 这不是反虎联明两位先帝吗 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哎呀 你们两个可很久不到我这地方来了 啊 那可不是吗 哎呀 秦琼啊 我知道你也高声了 我们哥俩也忙也没工夫来 今儿这不就来了吗 快点 里边行 秦琼就把这哥两个个让到屋子里边来了 二位先帝 快快请坐 哎 二哥 不用坐了 站着吧 怎么能站着呢 站起不好答对 坐下吧 不行二哥 今儿个做不了了 跟您说这屁股啊 不能挨板凳 怎么的了 刚挨完了打呀 二哥 今儿个 没别的意思啊 我们哥俩呀 想您了 到这儿来看看您 这回看完了啊 走了之后啊 还说不定能见就见不着呢 也许这咱们哥俩最后见这一次面了 二哥 您有什么话跟我说说 我想有什么话也跟您唠唠 完了之后 咱们就来世再见吧 嗯 樊胡联明 樊胡联明 你们两个 这说的什么话呀 什么话 真话呀 要不然我能上这儿找您来嘛 你俩先慢慢坐下 慢慢坐下来 我给你拿个垫 拿两个厚垫垫 垫这儿了 这二位拉着架子 算坐这儿了 虚乎呢 二哥 您最近挺忙的 我忙不忙你先别问 我问你 刚才你这番话是出有因呢 怎么的了 哎 怎么的了 跟您说吧 也不知是哪个混账王八蛋 跑咱们管辖地面做了案 大概您也知道 六月二十四 常夜林小谷山 把太王杨宁送给皇上的 四十八万一趟黄杠营给劫了 你说这帮贼多的胆子 他们想干什么 想把天捅个窟窿啊 您要想捅他别地捅去 你别在咱眼皮底下捅啊 他的捅可好 这不给咱们找麻烦吗 那是太王杨林的黄杠银子 那老头子能玩得了吗 您琢磨琢磨 杨林 就找咱们街度师老爷 咱们街度师老爷 就找咱们县太老爷 咱们县太老爷 就找我们哥俩 这叫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坑子泥 人家那上面那几层都有吃的 轮到我们哥俩就剩紫泥了 我哥俩就那泥 怎么泥也怎么算 二哥 跟您说吧 现在老爷也够狠的 说了 第一个三天 找不着想马 打二十板子 这打完了 第二个三天再找不着 打四十板子 这刚来完 第三个三天再找不着 打八十板子 这八十板子下去之后 我琢磨着我们哥俩就交代了 棺材就得准备了 哎 二哥呀 这玩意儿要说是发财 做买卖 挣钱 充茶行 越多越好 打板子这么充茶可不行啊 越多越难受啊 二十板子 哎完了还没等好 又来四十 你说说 我们哥俩都完了 活的心都没有了 现在这两天呢 我们哥俩就喝去这个 该看看谁啊 就看看谁 该办点什么事啊 就办点什么事 把后事安排安排 明儿个又到第三天了 到这见现他爷呢 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 就告诉他打八十板子 打完了 把我们就扔棺材里边一成练 就出病 想见二哥您来了 不管怎么说 当初咱们哥们在一起 供过誓 还算不错 哎来看看您 贤弟 怎么能说这个话呀 能说再打八十板子 你们俩就死了吗 不要紧 天底下没有挡住人的事 咱们想想办法 二哥 想什么办法 没法可想 我们哥俩都琢磨了 这结婚杠的小子你说说 他报了两个名 这叫承达邮金 肯定不是真名 你往哪找去 再这说 他也是外地流窜做案 到这来了 结完黄港就跑了 说不定跑到山西 跑到河南 跑到河北 你说往哪找去 对不对 再这说 就说他是咱这山东地界的 这么大的案子 他做完了之后 他敢扑的吗 肯定 他就收起来了 连风声一点不漏 咱往哪找去 都没辙 我们哥俩前思后想 死路一条 其实啊 人生在世 难免一死 没有别的 我就挂着一件事 我的孩子还小 你弟妹还年轻 行行行 兄弟 别哭 别哭 二哥帮你想想主意不好吗 二哥 你帮我想主意 二哥 说在 我们哥俩还真琢磨了 这事啊 就有一条道 就得找您来 就得您帮想主意 哦 照这么说 你们俩是想到我这儿了 特意到这儿来 让我给你想主意的 对了 二哥 是这意思 不过我们又琢磨着 您到大洋口了 还能惦记着咱们哥们吗 那是什么话呀 到什么时候好朋友咱不能忘了吗 先弟 你想让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 您帮着我们破这案子呗 嗯 我帮你破这案子倒可以 不过现在 我不在立城县了 我已经到了街渡室衙门里头了 这个事得通过街渡室大人允许才行 二哥 那那那那您给想个主意 我看 这么办吧 你们两个这么办这么办 然后这么办 这就行了 好 二哥 那我谢谢您了 走走走 我们哥俩马上就走 可要不容快 你们马上就走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重要事 说着话哥两个就出来了 反虎联名出来之后 到了第二天 就直接来到了县太爷的大堂之上 徐的老爷在上面也着急呀 不知道这两位抓拆办案效果如何 一见反虎联名 俩人贵呢 老爷 给老爷见礼 反虎联名 又一个三天过去了 你可抓住了结黄杠的香马 老爷 跟您说 没找着 没找着 那没找着可就要挨八十板子了 老爷您先等会 您要想打的话 您就打 打完了我们哥俩就得死了 老爷 别看这三天呢 我们没找着结黄杠的香马 但是我们哥俩想出一个 能够破案的主意来 嗯 什么主意 老爷 我跟您说吧 要想破这个案子 别人谁也不行 还得前任三班总一马 会搬头秦琼秦叔宝 我那秦二哥 昨儿我跟秦二哥已经说了 秦二哥他自个基本都答应了 现在就差了一步 老爷您得上街度室 衙门里边走一趟 见见唐碧唐大人 让唐大人点了头 把秦二爷给送到咱这来 在您手去听差 他就能破这案子 老爷 您要愿意去 能把他找来 这案子要破还有希望 您要不愿意去 不愿意登那大门口 老爷 您就给我们哥俩一人八十板子 打完之后呢 您早晚告诉我们家里边 买两口棺材 把我们装起来 就发丧出病 我们哥俩出完病之后 可是老爷 大概您这案子也破不了 您这案子破不了 大概您也好不了 也够呛 徐志宪一看 这二位分析的挺透彻 是这样子 好吧 既然如此说来 那我就上截度使衙门走一趟 你两个暂且听候 是 俩人下了堂 他俩人下了堂之后 徐志宪马上命人 外边给我顺教 现在爷坐上教 直接就来到了截度使唐碧的衙门 登堂求见 唐碧呀 这两天爷犯着愁呢 因为这个案子没有头绪 一听说徐志宪来了 唐碧非常高兴 以为这是有了门路了 他满面堆笑 把徐志宪让到自己的大堂之上 还给他刺个座 坐下之后 唐碧捋着胡须 问徐志宪 徐志宪 这案子有了头绪了 哈 截度使大人 这案子啊 还没有头绪 真如大海捞针 唐碧这俩马上就尝尝了 哦 我可给你是一个月的限期 是啊 大人 您给我是一个月的限期 我到下边 也命令 手下人短期内破户这个案子 可到现在 还没能破了 但是我手机人 给我想出个主意来 能够破这案子 得求大人您帮忙 哦 求我帮忙 什么主意 大人 我手机人说 要想破这个案子 只有一人能破 他就是当初 三班总医的马块头 现在 您手下的私立校尉 姓秦明琼紫书宝 大人 能不能把这个秦琼 您派到我的历城县 帮破此案 你这意思 是让我的私立校尉 到您的县衙门里边去听差 降职使用 哪里哪里 大人 这并不是降职 大人 您可要知道 这个案子 他不是光牵扯到卑职一人 他牵扯到山东 议堂官员 包括大人 您也在内 太王阳明 是什么脾气 您是了解的 如果将来 终归到底 还破了这案子 咱们谁也好不了 卑职脑袋掉了 倒无所谓 恐怕大人 您也不能安然无恙 所以 从全局记忆 大人 您还是把这秦琼派去的好 这秦琼倒在我的衙门里边 我并不把他当作我手下差人使用 这是您衙门口败去的帮办办案之人 嗯 唐碧一听 好吧 那就让秦琼到你的府下听用 就这么样子 第二天 秦琼秦书宝就到了历城县 现在老爷把那案子向他交代完了之后 秦琼回到自己的家中 把自己的夫人和两个孩子打发出去 房门关上 门插罐插上 游打那箱子里头 拿出一个大账本来 这账本是什么 英雄谱 打开账本 他仔细查看 他查了半天 心中想 是不是这个 游俊达呢 不过 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